在新兵训练营中 最受教官爱戴的就是那些刺头兵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是出色的好兵 当教官问他为什么来当兵 他爽快地回答道 这个刺头叫安东尼 没有任何背景 也没受过教育 刚满18岁 就选择了参军入伍 不过他身材高大 25个俯卧撑也是信守战案 因此他被分配到了巨连二排 这是一支非常特殊的海军陆战队 他们都是一群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暴力机器 看到来了一个新把子 他们立刻来了精神 把安东尼扑倒死死地按在地上 安东尼越是挣扎他们越是兴奋 竟然还用上了酷刑 安东尼晕死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腿上并没有烙印 老兵告诉他 烙印并不是谁都能得到的 要想拥有海军陆战队标识的烙印 只有自己去争取 这一来一去 一个大小伙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 他躲在厕所里品味着泄药的苦涩 假装着肠胃不适 可惜 他的小聪明没能逃过长官的法院 不过长官并未责罚他 反而邀请他加入了侦察狙击队 这可是海军陆战队中 最梦寐以求的工作 不仅是一个机会 更是一种荣誉和追求 加入侦察狙击队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 教官教导他们 要学会精准射击 必须要判断距离和方向 用现有的东西测量 摇摆的旗子一股青烟或者一点灰尘 甚至可以舔一下手指 将至树立起都能辨认风险 圣经上说的不能杀人都是狗屁 这天他们进行匍匐训练 匿名新兵受不了这种训练 爬起身的时候被当场误杀 就这样经过为期三个月的刻骨训练 侦察狙击队只有八名合格的士兵 而安东尼就是其中之一 而长官也为他配备了一把闪闪发光的阿特枪 这群海报新兵一起 happy看着小电影 其中一个新兵突然发现 电影里的女主怎么长得和自己的老婆一样 这让男人气得火冒三丈 恨不得立马离开伊拉克保卫什么见过的事 安东尼幸灾乐火 还要带着其他的大兵打开电视再看一眼 不过他的报应很快就来了 这天他打电话给女友 电话那头女友气声断断续续 说自己在锻炼身体长跑喘不过气 很快就挂断了他的电话 为了忘却这些糟心事 举办了一个圣诞派对 肆意狂欢 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突然外面响起了枪炮声 这是伊拉克兵打回来 编门了很久的大兵 拿起武器就向外跑 就要大开杀戒的时候 发现响声是来自一车的信号弹 原来是队友在奸香潮 风吹起了布条引起了大火 点燃了军营里的信号弹 士兵们望向天空 真是扫兴 第二天 安东尼就被降职 并且惩罚处理军中所有的分别 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他渴望上阵杀敌 发泄心中的不满 很快机会来了 上级命令他们奔赴前线 执行沙漠风暴行动 海湾战争中 双方作战总兵力百万之举 可美联军仅阵亡223人 其中大部分据说是死于有军物伤 而伊拉克伤亡10万人 对美联军而言 主要作战武器是F15战斗机 与战斗巡航导弹 空射巡航导弹 传统陆军几乎没有作战机会 到了前线 他们仅仅只是挖坑扎营 躲在坑里面待命 很快 伊拉克发起了空袭 所有人都在试图躲避呼啸而过的枪林弹源 只有安东尼在原地纹丝不动 沉沙拍打在他的脸上 这种感觉让自己真实地置身在战场中 无意间都不知道自己被吓得尿了一苦当 安东尼跟着部队一路向美 看到的都是烧焦的残骸 和被飞机炸毁的装甲车 不远处冒起了滚滚浓烟 原来伊拉克不愿给美国留下任何东西 烟住像把天地都连接了在一起 天空中还下起了石油雨 大兵兴奋地望向上空 其中一个大兵不小心让油渗进了他的眼 差点把眼睛弄下 就这样 他们继续向前推进 到达目的地后 上级需要两名最好的狙击手前往机场的制高点 击杀一名敌军的高伯 而这光荣的任务交给了安东尼两人 终于可以打出一发子弹 他们异常的兴奋 等来了上阵杀敌的机会 美国狙击手发现高价值目标 观察员请求许可射杀 狙击手确认射程823公尺 风向5到7级由西道东 调整好背景 闭幕调整状态 准备扣动扳机 目标锁定观察员拿着电话的手都在颤抖 上级准许开枪 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就要大功告成的时候 一个长官闯了进来 要求两人立刻停止这次射杀任务 将这次狙击射杀改为了高空轰炸 没有必要再浪费子弹 作为一名出色的狙击手 没有在战场上开过一枪 无疑是对狙击手这个称呼莫大的侮辱 观察员请求给他们一次机会 来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可长官无情拒绝他们的请求 他们在伊拉克驻扎半年 一枪未放就打赢了战争 可他们一点都高兴不起 两人失落地赶回基地时 突然传来枪声 这可把两人乐坏了 终于可以放出子弹了 可他们越过沙滩 发现部队在庆祝回去开了一场篝火稳 既然没有机会开枪 都拿着枪口对准天空猛打 历时七个月的海湾战争宣告准备 安东尼和队友们坐上大巴重返家乡 他们迎来了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而坐在车里的大兵似乎高兴不起来 有的大兵抑郁而死 有的大兵在超市里面坐起了搬运工 除了当兵打仗 他们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大海观影 下期再见 。 樊